同学们,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课文 均是名家散文 作家们以各具风格的语言文字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各具特色的民俗图画 有质朴深情充满同真同趣的社系 有直白热烈满怀豪情的回延安之旅 有明快豪放震撼人心的安塞妖谷表演 有庄重典雅,意韵悠长的灯笼往事 今天我们复习的知识点是 体会语言特点,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我们把复习目标定为以下三点 一,找到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体会其特点 二,归纳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语言的方法 三,学会运用品味语言的方法,精读语段 首先我们要明白何为语言的表现力 语言的表现力是指运用某种语言技巧 在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时所表现出的感染力 包括语言自身的特点、作用、效果 以及对读者产生的影响 我们来试着比较下面两组语句 找出不同之处,来感受语言的表现力 同学们应该发现了 B组语句选自刘成章安塞腰谷中的开头 红色字体部分是不同之处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冒腾腾 这个谍词 它属于陕北方言 意思是充满活力 多用于形容青年男子 此处表现了年轻生命的蓬勃热烈 而一群冒腾腾的后生 原本是个偏证短语 在这里作者竟然不管不顾的 添上了一个句号,将之变为一个简单的句子 更令人吃惊的是 竟就这样放在了文章的开头 从而引发了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 是啊 这一群后生是谁 他们在哪里 他们将要做什么呢 而他们的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中 一片这个数量词 犹如影视剧中的长镜头 骤然将视野拉宽拉长 在读者面前 犹如展现了一幅 平铺蔓延至天边的高粱地 他们朴实的 就像那片高粱 这个句子是一个比喻句 把这一群后生比喻成高粱 用来形容表现出 后生们的朴实茁壮 这是一群未经雕饰的 不掺杂任何杂志的最原始的生命 就如同黄土高原上自然生长着的高粱 从而赋予语句的特殊的丰富的内涵 而丝溜溜的南风 丝溜溜 这是一个拟生的谍词 从听觉角度表现了南风的清爽宜人 吹动了也吹动了 这是两个结构一致的短句 句是整齐 表现了黄土高原上 后生们如雕像一般 尽力不动的样子 这个开头主要是 为我们呈现的是 安塞腰谷表演之前的静默状态 为下文即将开始的 安塞腰谷表演的激情与喧嚣 做了铺垫 如此看来 原文综合运用了谍词 数量词 方言口语 拟生词 短语成句 读句成段 长短句 整散句 相结合 恰当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进行多角度描写等多种语言技巧 准确形象地表现了 黄土高原上 后生们 淳朴无华 年轻昂扬的生命力 抒发了对黄土高原 蓬勃生命的赞美之情 这样 我们就可以发现 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 更引人注意 会恰当运用语言技巧 表达更准确 形象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二 更耐人寻味 能表现丰富的内容 蕴含深沉的感情 寄予深刻的内涵 那么 我们如何品味 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呢 刘邪在《文心雕龙之音》中有云 扶坠文者 情动而词发 观文者 批文已入情 作家们 运用语言文字 为我们表现了 人 物 事 警 运用语言技巧 传达了 他的喜怒哀乐 作为读者 何其有幸 可以通过品味 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跨越时空 与作者成为之音 要推开这扇 时空之门 必须把握一把钥匙 品味语言的技巧 要完成三个步骤 一 读文 也就是分析语言的技巧 把握其修饰的效果 二 知误 即准确理解语句的内容 三 物情 也就是把握作品的写作意图 就是把握住作者在作品中传达的思想感情和主旨等 我们来一起看一个例句 大家找到这两句诗中具有表现力的语言 我们很快地找到 在剧中 抓和贴两个动词 还有井井耳 这个耳画的叠词 准确地描绘出诗人 重回延安 见到土地之后的动作 表现了他此时 兴奋激动的心情 抒发了诗人对 延安土地 延安人民的血肉深情 我们一起来小结一下 分析的过程 首先 我们是从分析语言技巧入手 也就是分析两个动词 还有耳画和叠词的使用 是准确描绘 接着 我们一起理解表达的内容 即是诗人重回延安 看见土地后的动作 最后 我们来一起理解了 作者此时的心情 以及揣摩出作者 所抒发的 对于延安土地 和延安人民的血肉深情 所以 我们是按三个步骤 来完成品味的过程的 读文 织物 物情 好 我们看一下 例二 红色字体部分 是属于作品当中 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庞大的 用来形容灯笼下的影子 咕咕噜噜噜 这是一个拟声词 又是一个叠词 用来修饰夜行人的私语 生动描绘了 作者回忆中 提着灯笼夜行的 温暖情景 而雪白 红亮大方 两个形容词 为我们描绘出 一个精神绝朔 谈吐不凡的 祖父形象 表达了作者 对过往的人 与世的深深怀念 这个过程 仍然是完成了三个步骤 第一 分析语言技巧 第二 理解 表达内容 第三 把握 写作意图 看来 品读词语 我们可以关注词性 运用动词 形容词 可以使语言描写 更加的形象传神 运用拟声词 可以使事物的特点 生动可感 运用副词 数量词 可以使表达准确无误 等等 除了关注词语的词性 我们还可以关注词语的形式 一 反译词 同一词的联用 可以使内容更丰富 内韵更深厚 我们来一起看 安塞腰谷中 这一个句子 大家肯定发现了 在句子当中 冰冷与燥热 田径与飞溅 困倦与亢奋 三组反一次联用 对比强烈 构成了排比 写出腰谷表演 极强的震撼力 突出了安塞腰谷热烈 奔放 壮阔 豪放的特点 同样 我们也是通过分析语言技巧 三组反译词的连用 对比 和排比的手法 接着 我们理解了表达的内容 这是为了写出 安塞腰谷表演的震撼力 从而把握住写作的意图 也就是突出了安塞腰谷的特点 关注词语形式 我们还可以关注谍词 谍词可以使语言节奏舒缓 更添英韵之美 而画词语就更加口语化 表现出事物的可爱与亲切感 四字词语 可以使语言整齐 而具有强烈的气势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阳高高 是口语 语诗中的树根根 挤回回白生生 等陕北方言化的谍词 运用了信天游的语言形式 加上小米饭 杜甫川 柳林铺 白羊独手巾 红腰带 东山的梅子 西山的谷 米酒 油膜 木炭火 等异象的选择 打上了延安的烙印 使诗歌极富地域特色 和生活气息 让读者倍感亲切 看来运用口语方言 可以使文章富有地方特色 洋溢着生活气息 那么运用书面语 文言词汇与句式 则可以使语言 庄重典雅 我们还可以从语体风格方面来 进行品味 对吧 还有一种用法是 文白相间 即文言文和白话文相间隔的出现 可以使文章语言简练 富有雅致 又不至于过于深奥 语言错落有致 读起来 朗朗上口 颇有韵味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下面这个例句 找到在语体风格上 有特色的地方 好 我们一起把 有特色的地方呢 勾画一下 祖父豪 在路上轻易不提 斡旋着的情势 倒是一路数着 牵牛织女星 弹泻进京赶考的掌握 雪叶尺码 荒郊电速 每每令人 往路之远近 村犬摇摇向灯笼飞了 认得了是主人 近前来 却又大摇起尾巴 同学们也试着 从分析语言技巧 到理解表达内容 到把握写作意图 这三个步骤 来完成品味语言的过程 好 我们一起来品味语言 雪叶尺码 荒郊电速 用对账工整的书面语 概括祖父讲述 当年进京赶考的艰辛过程 简练文雅 读来朗朗上口 韵味无穷 而望路之远近 是画用了桃花园中的句子 巧妙地写出了 一路上 我听祖父谈掌顾 听得入了谜的情状 用语 非常文雅 有韵味 有意境 莫玄是书面语 村犬 齐是文言词汇 其余皆是自然朴实的白话 为读者描绘了 孝顺的孙儿 夜间接祖父 慈爱的祖父 为孙儿讲故事的 暖人心的清情图 表现了祖孙之间的 挚爱深情 下面我们小结一下 第一把钥匙 品词语 可以关注词性 语体形式 感情色彩的变化等等 完成三个步骤 即读文 织物 物琴 我们来一起看一组例句 同学们会发现 这组例句当中 主要是 短句 片段中 三四字的短句很多 回忆早年 与灯笼相关的 一些生活景象 流露出 对故乡和亲人的 怀念 语言简净 读来既有 声韵之美 又有 深厚的 情味 下面这个例句 选自 安塞妖鼓 同学们会发现 它在句式上 有什么特点呢 这是三个 反复所构成的段落 而 而痛苦和欢乐 生活和梦幻 摆脱和追求 是由三组反义词 构成的并列短语 交织 交织 旋转 凝聚 奔突 辐射 翻飞 升华 这是由两字组成的 七个句子 又构成了排笔 又是整齐的短句 整足语段 读来短促有力 语调坑枪 节奏感强 充分表现了 安塞妖鼓表演过程中 生命和力量 喷勃而出的神韵 热情赞美了 舞姿与鼓声的 撞击力 穿透力和 激发力 令读者 仿佛也置身于 黄土高原上 那片沸腾的 群舞之中 我们来小结一下 第二把钥匙 品句式 可以品味 句式中 长句短句 长短交错 整句散句 整散结合 等形式 完成三个步骤 即运用了 怎样的句式 使语言更加的 严密或 简明整齐 灵动等等 特点 从而写出了 什么样的内容 最后 我们揣摩 作者在其中 所抒发和表达的 思想感情 除了品词语 品句式 还可以品修辞手法 修辞 即运用各种手法 修饰文字 词句 使语言表达的 准确鲜明 而生动有力 常见的修辞手法 有 比喻 拟人 对比 对偶 夸张 排比 反复 引用 反问 摄问 双关 凡语等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例句 大白鱼 大白鱼 这是比喻的修辞 我们也试着从读文 织物 物情 三个步骤来完成品读的过程 好 我们来一起看看 将航船比作浪花里窜的大白鱼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小伙伴们划船技术之高 船行速度之快 表现了孩子们月夜归航时愉悦的心情 大白鱼这个寓体也符合儿童善于幻想的心理特点 表现了同真同趣 依据这三个步骤完成品读的过程 应该不难 对吧 好 下面这个例句中 换心一 是拟人的修辞手法 该怎样品味呢 同学们试试看 是吧 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换心一将延安人格化 形象地概括了延安十年间的巨大变化 抒发了试人看见延安就冒换心言时的 欣喜之情 我们来再读一读这个句子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心一 是不是有一种欣喜之情 好 下面这个红色字体部分 是属于 反复 对 白石的腰骨发出的沉重响声 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 山崖木然间 变成牛皮骨面了 只听见龙龙龙龙龙龙 碰撞这个动词 准确形象地描绘出 安塞腰骨沉重响声 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 把骨声中的山崖 又比喻成牛皮骨面 形象生动地表现出 骨声巨大的回响 而在巨末通过谍词 拟声词 龙龙的反复 又从听觉角度 表现出 安塞腰骨气吞河山的场面 与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们发现在品读语句的过程中 不一定只从一个角度 一个侧面入手 我们可以综合地把握住 在这个语句当中所运用的各种技巧 进行分析品味 小结一下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比喻 更为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 画抽象为具体 拟人 使物具有人的思想 勤益 增强感染力 对偶 具事整齐 具有音韵美 排比 增强气势 使内容更丰富 使感情表达更强烈 摄问 自问自答 突出强调 引发思考 反问 无疑而问 加强语气 使感情更强烈 引用 引用诗文名言 强调突出 增添意韵 反复 强调突出 音韵和谐 夸张 将写作对象 夸大或缩小 极力渲染 突出强调 对比 将两者形成对比 突出强调 双关 谐音多异 内容丰富 繁语 一般富含 否定 讽刺意味 好 我们一起小结一下 第三把要是 品 修辞手法 完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 读文 即运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 知悟 理解语句表达的内容 写出了 突出了 悟情 即把握住作者在语句中所传达的思想 感情 我们还可以评表现手法 常见的表现手法 有 欲擒于锦 托目研制 象征 先以后扬 侧面描写 轰托 动静结合 对比 衬托 联想想象 虚实 相声 等等 在这个例子中 画横线的部分 描写的是老渔夫们的喝彩 这种表现手法是什么呢 对 是侧面烘托 我们也试着分析一下 老渔夫们的喝彩 从侧面表现出小伙伴们驾传技术的高超 还流露出孩子们的自得之意呢 下面这两组句子 在写法上 在表现手法上 有何特色呢 对 使人想起 使人想起 应该是 虚写 而后生们的五字 这应该是 实写 后生们 强劲昂扬的五字 是眼前的真实场景 而 引用的诗文中的 《堕日赵大奇》 《马鸣风萧萧》和 《明歌中千里的雷声》 《万里的闪》 这里是富有 美丽和奇特的 想象的景象 虚实结合 相得益彰 突出了 安塞妖谷表演的 辉红壮阔 热烈奔放 极大的激发了 读者的 想象力 看来 品味作品中 富有表现力的 语言 要抓住 品味语言技巧 这把钥匙 要完成 三个步骤 大家应该 非常熟悉了吧 首先是读文 分析语言的技巧 第二是知悟 理解语句的内容 第三是悟情 把握住写作的意图 下面我们学以致用 阅读下面这个片段 自选角度 品味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选自一刻一练 八年级下策 第三页 是当大 停 这个语段 选自一刻一练 八年级下策 第三页 是当代著名作家 叶军健的 看戏 当中的文字 这篇文章 主要描绘的是 梅兰芳 这位金剧大师 在舞台上的 精湛的表演 好 我们一起逐句分析 大家应该找到了 这些红色字体部分 对吧 看 我们可以从哪些语言角度 来品味呢 对 可以品词语 修词手法 和表现手法 你看 轻盈而矫健 这形容词 直接描写 梅兰芳的身姿步伐 而平静的海面 还有卷起 暴风雨 以及雷鸣般的 运用的是 比喻对比和 夸张的修词手法 形象的写出 观众在梅兰芳 出场前后的 不同反应 突出了观众们的热情 在表现手法上 是从侧面 衬托了梅兰芳先生 表演技艺的高潮 令人叛復 下面这个句子中的 圆润 颤动 是用来形容 歌喉的 还有 似乎 似乎 这又有什么样的 特点呢 我们也从读文 织物 物情的角度 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语句 可以品词语 品句式 其中圆润 颤动 形象的描绘 梅兰芳先生 动人的歌喉 而用两个似乎 又将 辽远 又逼近 柔和 又铿腔 这两组不可融合的 反应词联用了 句式整齐 从观众们的角度 表现了梅兰芳先生的 声腔层次 极其丰富 表演风格 变幻莫测的特点 带给人 如梦似幻般 美的享受 最后这个句子当中的 珠子 应该是 比喻的修词 对吧 从他的 从他的 又有什么 特点呢 滚 滴 见 落 这应该是从 词性的角度来把握吧 好 我们来一起看 这个句子 可以品修词手法 品句式 品词语 作者巧妙地把 梅兰芳先生的 唱词啊 比喻为 珠子 将无形化为 有形 从视觉摄语 使语言更加 生动形象 而 从他的 一笑一评中 从他的 优雅的水袖中 从他的 恶魔的身段中 是排比句式 滴在地上 见到空中 也是整句 句式整齐 读来 朗朗上口 富有 节奏感 刚才我们 关注的 四个动词 原本都是来 用来 修饰 有形物体的 可是在这里 用来形容的是 歌词 形象立体的 表现了 艺术家 唱腔 自证腔源 柔和 坑腔的特点 表现了 梅兰芳先生的 歌喉 美妙动听 入耳入心 令人 回味无穷啊 同学们 让我们回到 刘邪在 文心雕龙 知音中 所说的话 当写作者的情感 奔涌到了一定的高度 文思如全 终成 庙语 佳作 作为读者 何其有幸 可以通过 品读作品中 符有表现力的 语言 与作者 一起 保揽 山川 日月 一起 历经 人间 百态 记住 我们 品读的过程 要把握 一把 钥匙 即 品味 语言 技巧 完成 三个步骤 读文 分析 语句的 表达的技巧 知误 理解语句的 内容 误情 把握住 写作的 意图 这就是 我们这节课 所归纳出的 最主要的方法 好 下课